这次的议员选举 在提名的时候 我会非常深重 会非常深重 我一定会特别重视年轻人 不管是议员 不管是理长 这是我觉得 国民党未来的心血论 我一定要这样做 决战高雄 韩国瑜支持着 群聚竞权总部前 紧盯开票 听到对手领先 大家卖力摇旗呐喊大吉气 选情紧风 一下子韩国瑜领先 过一会晨起卖票数又超越 双方持续拉锯 从白天到黑夜 开票三个小时过去 票数始终维持 落差几千票 彼此吉咬 支持者们心情洗散温暖 一路缠斗 五五波 三十八万球 三十八万球 为了为了赛两万票 三十八万票 老夫旁边人看见 支持者情绪高涨 涌向韩国瑜竞选总部 越晚人潮越多 建国一路长达一公里 挤得水泄不通 支持者手上国旗 卖力挥舞 一片国旗海 尽管现场气氛热闹 欢乐 大家依旧悬着一颗心 双方票数都超过五十万票 还是不能拉大差距 票才开到三分之二 战况持续紧攻 直到开票四小时后 韩国瑜票数 往上拉大差距 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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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还好韩国瑜 大约 三十年了 翻转了 嗨到等一下回去想喝一杯 会不会今天睡不着觉 晚安会放松 睡得着 谢谢女生 让我回家 不是我 好 那我們請您身邊回答不要再用了 在今天我想跟市長 在準備他的勝選感情之前 韓國瑜這頭情緒高昂迎接勝選 另一頭陳其邁宣布落選 沒有辦法接受這個事 你們不要害我了 我作為高雄的子弟 這一塊孕育我長大的地方 我永遠忘不了 所以請大家跟著其邁走 我們共同來替高雄加油 來支持韓國瑜市場 這樣好不好 高雄綠色執政二十幾年 一夜翻轉綠地變藍天 大家開不開心 剛剛我們看到陳其邁委員 最後的情緒總部 已經率先發展了溫水改結 在這裡我想 你們開一段還沒有溫水的結束 不過韓市長 我們的韓市長 所有的韓市長 韓國瑜跟太太搭上車 兩邊人牆空出通道 就像是星光大道一般 車子一路開往勝選舞台 韓國瑜一下車 人牆團團包圍 一度動彈不得 市長好 市長好 這一聲稱市長好 得來不易 韓國瑜情緒激動 感動得鼻頭都紅了 眼眶含淚 一旁太太 李嘉芬 激動落淚 我跟我內人先深深的一舉功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我的四名人 韓國瑜謝謝大家 韓流發威 奇蹟是席捲高雄 甚至撼動全台選情 寫下歷史頁 千金 萬金 韓國瑜的肩膀 被一肩扛下來 廣大的280萬高雄市民 請你們相信新的高雄市政府的團隊 全台灣 全世界的華人 都會看到高雄的改變 各位鄉親 做我的後盾 給我的力量 我們一起往前衝好不好 還記得半年前嗎 你說韓國瑜他是誰 恐怕沒幾個人認識他 雖然說他不是政治素人 他曾經擔任過台北先議員 也曾經連任過三季的立法委員 他甚至因為動手打過當年的立委陳水扁 引發了軒然大波 但突然之間 他就從台北政壇 徹底消失了整整十多年 國民黨從來沒有把韓國瑜 當成是一個角色看待 沒有想到當韓國瑜在雲林 他開始注意到了菜農問題 他開始幫助菜農 把這些賣不出去的蔬菜水果 運到台北來賣 因緣際會 他接下了北農總經理的位置 但也許他的人生劇本寫到這裡 也是他該告老還鄉的時刻 但沒有想到 民進黨急著要把他趕下台 結果引發了一連串 無法預料的骨牌效應 高雄港度真的從綠地變成藍天了 但有誰想不到 最後幫國民黨從民進黨手中 搶回失去二十年政權的高雄市 竟然是一個曾經被國民黨 遺忘了十多年的麥佩勞 今天民進黨選情整個很危急 何嘗不是因為這樣來的 韓國瑜也是一樣 天下本如是用人治好處 他以前在北農總經理就好好的 你們何必去捧這個風貨 搞到今天高雄危險 有人說現在回過頭去看 如果當年 這是一種說法 如果不是民進黨千方百計 要那個北農總經理位子 要您請坐下台 可能也不會有現在的韓國瑜 把高雄選戰打得風風活活 所以換句話說 有人說是民進黨成就了今天的 韓國瑜 你怎麼看 從某個角度來講的確是如此 其實台北農產只有1億9千萬資本額 1億8千9百多萬 就是一個賣菜賣水果的平台 它沒有那麼重要 它怎麼能比得上中國石油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中華電信 它沒有辦法比 牙籤跟雞腿也在比 這麼小個公司 而且非常辛苦的 整個員工都是非常辛苦的 你要去領導這麼個 這麼小的一個公司 但是民進黨用這麼大的力量 來打它 我搞不清楚 這失去比例原則 他是瘋狂的一群狼在打 是 有必要搶一個賣菜的 搶成這個樣子嗎 所以軒然大破 真是下流啊 搶國家的資源可以到這種程度 新潮流 你有責任 你的董昭 段宜康立委 就是這麼卑劣的小鳖山 我韓國瑜講話負責 我向你挑戰 在我們男人的世界 你這種行為是個小鳖山 段宜康 你是個小鳖山 我今天如果操守不好 我的績效不好 我把這一盤取過去吃掉 我的戰色全部在這裡 請大家看 我希望你 段宜康立委 像個男人一樣 就吃一顆就好 我一盤給你賭一顆 我相信他們也沒想到 我猜他們也沒想到 今天會造成這樣子 我自己也沒想到 我自己也沒想到 當年韓國瑜在立法院裡頭 給人的印象的確不爆 他曾經為了榮民改革預算 失控半桌打了沉水餅一拳 從此流氓的標籤 就貼在他的身上 他直接反傳 當立委的頭幾年 他非常認真 但最後那幾年 簡直是不堪回首 爛得一塌糊塗 沒有就是 到立法委員第三任 九年嘛 第八 第九年的時候 就覺得 這不是我要的生活 對 那是怎麼樣的生活 花天酒地鬼混啊 根本就已經是 一天到晚 根本就不專心問政了 大麻將喝酒 亂七八糟 一塌糊塗 然後第二天 再把西裝穿起來 帶個面具去 騙選民 我不要過這種日子 是 所以我就放棄了 說實在的 以國會來說 立法委員來說 選擇這樣子一個 急流勇退的很少 那你後來去了哪呢 我就基本上去了山上 就一個人這樣靜下來 因為心很混亂 這個心的混亂 是自己控制不住的 每天這個心就浮動 所以我就 一開始我就靜下來 前面四年完完全全不動 就是一個人 一隻手機到山上 靜下來 前四年 第五年開始大概幫朋友 在中和 陪了他一年多 再回去 前後差不多將近十年了 但出正常的十年 韓國瑜他也沒閒著 他看太太在雲林 創辦了一所雙語學校 而當年 中南部的高麗菜 因為盛產 導致菜價慘疊 韓國瑜就幫忙 把菜送到台北麥 幫了農民朋友一個大忙 而剛好當時 北農總經理正好出圈 你上台北之後 你馬上就 住到華中橋下去 是不是 你對於整個 北農裡頭的風氣 你要做一些改變 四十年的老公司 又是陽剛氣這麼重 沙法氣這麼重 人與人的碰撞性這麼強 刺龍刺鳳的 然後整個市場的 脫貨運貨拍賣取貨 人與人之間 貨與貨之間 整個那個磁場 那個舞台 就是陽剛 壓不住就不好做 壓不住可以選擇 靜悄悄水波逐流嗎 但你怎麼改變它呢 過去有人覺得 這可能就是一個重用的位置 但你不這麼想 我不容許這種事 你怎麼做呢 因為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怕丟臉 這是個性問題 對 我可以選擇一個 睜子眼鼻子勇 反正就舞照跳馬照跑 該怎麼做怎麼做 公司營運不好也沒有關係 時間到我就走人 這也不是我阿公給我的公司 也不是我爸爸留下來的 對 這是一種選擇我不要 我是怕丟臉 既然我治理就治理得好 否則我就不要來 這是我的個性 那你怎麼做呢 當然是學好三年 學壞三天 當一個激習到一個程度 激飛成勢的時候 你要破除它 你要找出北農發展的總目標 先訂這個 訂下來大家沒話講 就是榮譽歸公司 福利歸員工 我先訂這十個字 把600個員工找來 這十個字 從我總經理開始 每一個人都要遵辦 榮譽是公司 我本人不能接受任何採訪 我四年三個月 有四年十年沒有接受 任何媒體採訪 因為榮譽是公司的 不是我含為個人 福利歸員工 所有賺的錢 董事會邀請目標達成 全部分為員工 因為我做任何事情 都喜歡將心比心 我要站在員工的心去想 我這麼辛苦 我賺了錢 上面長官在洗錢 洗了錢又撈到口袋 老子還幹個屁啊 你是想這個心態嘛 你要站在勞工的心裡去想 你就懂了 我們發了七千 結果我們還剩一億二 七千多萬 還剩下一億兩千萬 所以春節我還會繼續發放 還要繼續發放 怎麼會是拿去分配給你們的 這些員工 你講的意思是哲學問題 這不叫哲學問題 這是邏輯問題 邏輯哲學問題 我公平這點 就認為你不適任再繼續當 我一定要分 台北農商應該都是總經理 我現在跟你保證我一定分 不分 over my dead body over my dead body OK 當我賺了錢 韓總經理 每年二月九月 我孩子註冊的時候 他一定有獎金發過來 讓我的孩子可以得到註冊 平常中秋端午 一定會發我獎金 讓我過一個好節 我當然拼命嘛 所以那個時候 當你要寢私下台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一段畫面 就是所有的這個北農的員工 跟您一一的握手道別 有些人甚至忍不住 就當場哭了 你那個時候情緒 應該也是滿激動的吧 對 那在強忍下來 因為跟員工很有感情 最主要是真的很用心 越用心 越用真感情之後 這個情就越濃嘛 所以我那時候離開的時候 心裡面是很一一不捨 我不是為這個職務 是對這些兄弟姐妹 其實我離開立法院 最要好的朋友 都是賣茶 都是端茶的 送公文的 裡頭髮的 他們不了解我的個性 柯文哲在2014年上台之後 繼續留任韓國瑜 不過民進黨 卻想方設法地 要把他趕下台 您曾經也提到說 16年來啊 能夠賞識你的長官 好像只有柯文哲這個人是嗎 我感謝柯P是因為 他願意試試看做伯樂 找我們這個牽引嘛 其實我們找的是一匹死馬 死馬當活馬儀啊 他願意到我的家鄉雲林縣 他親自到雲林去看你 帶著他太太來看我 希望我去市政府上班 是 看看我 看看我家人 就希望我去市政府報到 這個時候希望我交掉 北農總經理 就是等於是我離開北農總經理 就可以去市政府了 是 這就很合理了 我是謝謝他這一點 韓總 如果您自認為是一匹千里馬的話 你好不容易遇到 我不是千里馬 你不是千里馬 我不是千里馬 那柯文哲是伯樂吧 我不是 如果他認為他是伯樂 想找一匹千里馬 他來 他是這個心態 但我並不認為我千里馬 我只是一個賣菜 那你好不容易碰到一個 願意賞識你 願意 給你一個發揮舞台的機會的人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 接受他的邀請到市府去呢 去了幾天 台北市一個王世堅 他們就開始攻了 那怎麼去 我們是很自愛的 你這去不是給人家柯文哲 柯平找麻煩嗎 不去 結束 再打下去 北農總經我不幹了 就這樣子 所以王世堅現在說 你就是一個 沒有頭髮的柯文哲 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王世堅那個嘴巴 真壞 我都懷疑王世堅嘴巴的 口溫比他XXX太高 你的口才也不差 我曾經聽過您比喻 您跟柯P 其實有人說你們都是台灣政治上面 罕見的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但是你覺得去看看你們兩個成長的歷程 你們怎麼是完全不同的道路 柯P他就是一路自由班 而您中間去過了放牛班 你怎麼來比較一下您跟柯文哲 有人說 我跟柯P完全不一樣 我是敢愛敢恨的個性 我感覺柯P不敢愛也不敢恨 真的嗎 他說過 如果我有韓國瑜那樣子的開火拳的話 我肯定比他厲害 他anytime都可以發揮 他是台北市長 面臨到議會這麼多挑戰 他隨時都可以發揮 他的開火拳有被限制住的啊 沒有 我認為他要真的話 他就可以盡量開火 是 開炮 開飛彈都可以 他是守護市長 所以你們有那種英雄 不是 個性 相知相惜的感情 不是 我認為個性 我認為他從小的時候 我認為他媽媽 對他要求一定很嚴格 是 他被制約住的 你要一路讀書 一路順暢 對 他想叛逆 他想狂野 他想在平原跑馬 千里奔馳 他沒辦法 他被壓抑了 你看他媽媽講話 反應多聰明啊 肯定把他兒子造得死死的嘛 不像我們家孩子多 隨便丟到外面養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種在外面吸土壤的養分 跟柯碧一定是 從小被照顧得很厲害 然後一定是 爸爸媽媽心目中 非常棒的兒子 也是 學校非常棒的模範生 可是我們人的內心 是有各種七情六欲的 我們也希望狂野 人不輕狂 枉少年 就在年輕的時候 他被壓 到了中年人 有的時候很可怕 那你們這兩個成長背景 竟然不同 完全不一樣 那柯文哲說 其實他跟你交情滿好的 你們真的有私交嗎 我們就是過去在那段時間 大家彼此 就是好像 不要說什麼英雄喜英雄吧 是 他看了我的帳策 台北賣花的 台北賣魚的 台北賣肉的 台北賣菜的 台北農產一枝獨秀 哪有什麼私交 沒有私交 過去沒有私交 是因為這個才慢慢產生 火花的 如果說柯文哲是韓國瑜的伯樂 那麼有人說 怎麼可以忘掉這個人呢 有網友說呢 國民黨光靠韓國瑜一個人 到高雄去打天下 其實你應該要感謝一個人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我爸爸 我媽媽 我們來看這段影片 現在我們台北市 是 議員不要激動 我自首 如果真的流氓 還有送一清江號 台北你講話就對了 你這是賈北農致重 這樣的人你還用嗎 議員我只是個賣菜賣水果 OK 請問台北農產跟蔬菜價格高漲 有什麼關係 請你解釋清楚 南北蔡蟲一起串聯 就是這麼簡單 請中央出面去抓 農委會法務去抓 你放心 你進土城看錯的手前 我提醒你 記得把取棍球吞下去 那萬一我沒有進土城看錯的時候 是不是你吞球 講清楚 你跳過海啊 搞這種小玩意的啦 你跳過海啊 你跳過海 你要不要吞 如果沒進去 我不跟你搞這種小玩意的 你摸不過去棍球 小兒科啦 你不用跟我來這一套 你願不願意道歉 我只想說 問世間情是何物啊 問世間真理是何物啊 主席世間暫停 我喝一口水 那我沒有水啊 可以拿一杯給我 我也口乾水 你也可以喝口水啦 流氓也可以喝水啊 那我不喝了 因為我不是流氓 我不喝了 來 安總 我們是不是要敬一下 王毅元一杯呢 他讓你一戰成名耶 我們在那麼遠方敬他 他耳朵會發癢 我剛剛上網去查一下 這段影片在我龍上面 已經有七百五十萬人看過 他真的讓你一戰成名耶 這個是無心插流啦 是 本來那個時候再過三四個月 我們就退休了 告老還鄉了 也做好心理準備了 作末也沒有想到 這個陰錯陽查會走到這一步 其實我任期 如果董事會不續聘 台北農產總經理就結束了 但是閩南語講 吃筋都打我啊 他們記得把我趕走啊 我也不懂為什麼 為什麼已經完全執政 資源這麼多 看上一個賣菜賣水果的總經理 需要這麼窮窮惡極的來 過去在市議會裡頭 市府的官員上台質詢 只有被修理的份耶 尤其是碰到王室兼王毅元 很多官員看到王毅元會害怕 是 第一個他嗓門大 第二個他講話兼瑞福 然後 你沒被他嚇到 我不想他 我根本就 第一個有沒有貪污嘛 人一貪污心就先虛了一半 第二個有沒有不法 其他的不法沒有 那我怕什麼 為什麼好怕呢 很多人就是心虛有沒有不法 第三個個性嘛 是 個性不願意去跟那個 那麼強的去碰 那我委屈求全 或者我掛罐而去 有各種狀態 我第一個我不貪污 第二個我沒有做健康的人士 第三個 我的個性又不是那麼軟的 你一碰我 我為什麼要怕你 我是把公司帶得這麼好 問心無愧我怕什麼 這每一個人個性不一樣 但王世堅議員是比較強悍性的 所以很多官員怕他 和王世堅在市議會一戰成名 讓藍軍支持者又驚又喜 喜的是哪來的超級戰將橫空出世呢 而驚的是 國民黨竟然沒有好好重用他 那個80塊 國民黨沒什麼錢 每次都拿去我很緊張 現在來競選國民黨黨主席 你想要吃香喝辣 想要乾隆皇帝下江南那種享受 是絕無可能 國民黨就像便利店的一個茶葉蛋 消費者不掏錢去買 你國民黨永遠沒有機會 我們這個品牌已經不行了 用一句不客氣話來講 抗慨激昂的競選宣言 韓國瑜的炮火四射 的確是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但選舉的結果 韓國瑜只拿到5.8%的選票支持 黯然落敗 不過新任黨主席吳敦毅 倒是對這位敢戰敢言的超級戰將 有一個出人意表的規劃和安排 國民黨加油 各位觀眾 前北農總經理韓國瑜 在參選過國民黨黨主席之後 跟現任黨主席吳敦毅變成了戰友 那麼吳敦毅派挑到高雄 來當高雄市黨部的主委 今天他不打上任 議員佈局我們馬上就開始著手 我們會有很多這次的議員選舉 在提名的時候我會非常慎重 會非常慎重 我一定會特別重視年輕人 不管是議員 不管是議長 這是我覺得 國民黨未來的心血倫 我一定要這樣做 您北農總經理下台之後 您有另外一個職位 就是到高雄市去擔任黨部的主委 有人說那是因為國民黨明明知道那個地方 反正都選不贏 所以就派你去試試看 你那時候下去的時候 有這種感受嗎 我想到左宗棠49歲的時候 這個清朝最有名的將領 憑新疆左宗棠 他算鄉軍他不算淮軍 他49歲之前訓練的人 朝廷不給翻號 這個滿清朝廷不給你翻號 就代表你有可能是土匪 你沒有朝廷翻號 所以你是土匪嗎 不是 我先講這一段 是 到了49歲 左宗棠終於熬到了一個翻號 從此你有朝廷同意 你可以練兵 你就是正式部隊 我現在去高雄不是一樣嗎 我的感覺上 你在高市擋部了 主委了 但是底子掏空了 你空有翻號 沒有良草 沒有良草 沒有良草之後要自己動 你說連一碗柔飯你都要不到 我們沒有心 是嗎 有這麼悲慘嗎 主委沒有薪水 三四十年前的主委 是有配宿舍的 配房子配車子 我們講三四十年前 再來 就算是沒有配宿舍 也有什麼住房補助 是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就開個玩笑講 我一去報到想到 左宗棠49歲那一年 拿了一個翻號 我到高雄拿了一個翻號 開始去衝 手上良草什麼都沒有 可是我不怕 因為我知道高雄人種阿砂利 高雄的熱情 我的個性就是熱情 所以我去馬上打成一片 你剛下去的時候 都沒有那種空降的壓力 跟阻力嗎 怎麼看你是外地來的 我們到了這把火候 這把年紀 眼睛一看也曉得 對方在想什麼 怎麼會猜不出來咧 裝得不知道就好 就跟去吃那碗柔飯一樣 一看到老闆的表情就知道 他並不是很喜歡我們 沒關係 聊天呢 你不會受傷 我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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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相處 所以你下去之後 聽說你在黨部的那個小房間裡頭 住了整整三個月是吧 差不多快半年了 快半年 三四個月四五個月 冬天到了沒辦法 需要洗衣機嘛 所以你白天就到議會去旁聽 晚上繼續去跑頭髮走基層 議會去過幾次 看看議員總質詢 看看陳菊市長的施政報告 然後看看這個議員跟市政府的互動 代表一份關切 本來我想加大力度的 包括所有一些黨籍議員在質詢 黨籍的 你的選民在旁邊看 那你才能了解自己的民意代表 怎麼 我本來想再進一步 實在是太忙了 沒有辦法說下來 所以你說是不是 開始有人觀察到 這個國民黨的黨部主委 好像跟過去那些派來的 好像都不太一樣 你不穿西裝不打領帶 你沒有黑頭車 你沒有任何排場 凳子一拉坐下來就跟你開槓 就跟你聊天 就跟你喝飲料 喝酒 就開始拼開了 而且我們的車是一部 托爾塔2.0 已經跑了三十二萬公里了 三十幾萬公里 沒關係啊 做得還是很開心 就這樣 在過去你是不是有提到說 國民黨的中央高層 其實坦白說 瞧不起地方派系的啦 你自己怎麼看這些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很多是用生命在經營的 因為過去國民黨的領導人 我不要講名字了 是 時常講派系派系 把它畫成等號 派系就是壞蛋 真的了解派系嗎 國民黨這些領導者 你有真正下去看嗎 什麼叫派系 一個議員 一個里長 一個代表 一個鄉長 他是用生命在經營 他是全聯無休 紅白喜事 選民服務地方排難解分交通眾 各方面 他是不停的呢 然後他幾十年的辛苦完畢 就是扣他兩個字派系 心函喔 當然心函 那民黨不是一樣嗎 他在基層所經營 他掛個民黨三個字 他不經營嗎 他也要經營啊 也是這些我講的這些 我講的 尤其在鄉下地區 然後你就打他兩個字派系 你有沒有恢復到他的本質 Natureless 到底他怎麼經營他的地方 到底他怎麼用心 你不懂 你也不屑 你就扣他兩個字派系 那國民黨基層當然活到 你在搞什麼東西啊 我們是拼了老命在幹的 那你怎麼去扭轉這種關係呢 你怎麼去經營這種地方派系 跟黨部的關係呢 這根本就 你就用心對待他就好啦 你就用心對待他 你不要用有色的眼光看他 我們國民黨過去的領導人 是一塌糊塗 真的 我都不好意思講 我再講他就會 罵起來就很難聽了 自己也不是這個根長出來的 然後全部用精英分子的眼光 在看人家 是 你轉過去 人家有的時候 真的從日據時代開始經營 那換成是你 你怎麼去經營 我誠懇啊 肯定他 就是拜託 我是國民黨員 你也國民黨員 你們在地方 千萬不要浪費 你國民黨員 因為你要做 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讓選民肯定我們 非常謝謝你們大家 人家這樣感受 當然不一樣 什麼叫消滅派系 你有病啊 一個非典型的黨部主委 對老國民黨時代 所留下來的 積息漏歸樣樣看不順眼 他直言不諱 就像是他無法理解 為什麼高雄人 願意忍受又老又窮的生活 一忍就是二三十年 不懂得高雄人的痛 怎麼懂得去珍惜高雄人呢 他自己本身是高雄的孩子 對 所以他再怎麼樣 都不會去嫌棄自己的母親 對 又老又窮 對 你聽了什麼感覺 我聽了就覺得 我不想批判他 因為講高雄又老又窮 是真實的現況 那過去這二十年 事實上陳其邁也是高雄 出來的立法委員 是 兼代理事長 我不想把他邏輯連結 是因為我這個人很厚道 我不願把選戰打得很刻薄 是 講話講得非常尖銳 也就是這二十年 你民進黨在高雄是從政的人 階級越高 負的責任越大 這是你們指證 現在問題來了 是不是又老又窮 這是重點 的確又老又窮 負債全國第一還不窮 負債將近三千億 土地賣了五六百塊的土地呢 最近還在賣呢 前一陣子又賣了十三塊土地呢 是不是最老 年輕人大量北漂 外漂怎麼不老 所以當你一個外地人 有人說你空降到高雄 你一進來 你就在那邊指山說似的 然後說我們高雄又老又窮 這情感上面的衝突 你考慮到 會不會得到一個反效果呢 半年前 我今天五月提出來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不能接受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他一定會衝突 是 憤怒 然後慢慢 沉澱 然後人與人討論 開始思考 慢慢接受 這必然的嘛 不過沉澱需要時間 事實上當韓國瑜 剛剛獲得國民黨正式提名 參選高雄市長的時候 根本沒人再討論他 他說要在愛河旁 蓋一座愛情摩天輪 他說要在太平島挖石油 這些看似天馬行空的政見 只被對手拿來當笑話 不屑一顧 當時一般認為 已經通過了民進黨黨內激烈初選的 陳希麥 應該躺著選都會選上 沒想到 天有不測風雨 八月二十三號一場超級暴雨 毫無預警的閃電轟擊難逃 созн一下 所以是高雄市會 真的非常大 consci出於止 在高雄那邊可以感受到明顯的雨 下次可以看到這個雨 地上就要幾百幾千個洞 等到他跟外線一起接觸 別人下雨 地上沒有那麼多洞 我們原來5000個洞是病態的 雨停了 但大水卻三天不退 韓國瑜宣布 暫停所有的競選活動 他和災民站在一塊兒 他撩起了庫管 挨家挨戶的涉水慰問 終於韓國瑜的新聞 上得了全國版面 八二三水災 導致民怨沸騰 韓國瑜在高雄的人氣 開始飆升 民進黨也注意到了這個警訊 而且展開了反擊 但是沒想到 卻把韓國瑜的人氣 越擋越旺 民進黨立委段一康 最近在臉書指出 今天上午高雄還在下大雨 超大雨量 造成很多地方淹水 那麼十點鐘的時候 國民黨市長候選員 韓國瑜參加 國民黨市議員候選員的 競選歌曲發表會 真的很歡樂 大家在外頭的暴雨助性下 熱歌狂歡 高喊凍蒜 韓國瑜真的是一條魚 雨越大越熱 水越深越嗨 而且還附上 韓國瑜跳舞的影片 八二三水災的民怨 持續的延燒擴散 時間到了九月底 韓國瑜他的網路聲量 竟然超越了科文者 韓國瑜打鐵趁熱 他主動邀請了 網路紅人館長進行直播 和館長的這場直播 光是在韓國瑜自己的臉書 就有三十五萬人觀看 網路熱度甚至超過七百萬 韓國瑜他的空戰 就此吹起了全面進攻的號角 我們禿頭也是有尊嚴的 我們也是很重毛髮的 OK 我不知道蘇貞昌怎麼洗頭 禿子洗頭有什麼好看的 但他自語於人 韓國瑜無論是跑道的左營眷村 這家傳統的李榮苑搞直播 或者是在宵夜時間 擺了一盤滷味 帶來一隻可愛的柴犬 和網友們閒話家常 都能夠成功吸引眼球 韓粉的勢力逐漸壯大 韓總我們知道 你喜歡吃滷肉飯 所以我們特地擺了這一桌 醋茶蛋飯 然後呢 以茶代酒 先請你幫我們品嘗一下 你來比較一下 高雄的滷肉飯跟台北滷肉飯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你吃一口再說 高雄叫肉燥飯 肉燥飯 其他高雄以外叫滷肉飯 有一點不太一樣 我試試看 我現在滷肉飯 我已經變滷肉飯王子了 怎麼樣 相當好 它這個滷肉一定用手切的 是 味道非常好 我們為什麼用滷肉飯來開場呢 因為我聽說韓總 你講過一個故事 你如果你到高雄市去 你把一家滷肉飯 從生綠的吃到變成生藍的 對 有這個故事嗎 有... 滷肉飯老闆 你是台南人啊 他是台南 傳統投票都是投名人 我剛開始去怪怪的 大家都覺得有一點奇怪 彼此之間互動磨合 是 慢慢處 慢慢聊天啊 他覺得我這個是阿薩利 你說你上門的時候 他臉就很臭 不是 可這回事嗎 應該不能叫臭 就凝重 凝重 不賣又不行 做生意 是 賣的又怪怪的 好 就連續吃了幾次 每次都聊 聊開了 他也喜歡打麻將 是 也喜歡跟老婆聊天 嘻嘻哈哈 也喜歡交朋友 那不是都差不多嗎 是 既然如此 為什麼要不同政黨 大家好像搞得劍拔弩張 就變得很愉快 吃到再吃幾次以後 放心啦 會動力 八六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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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 穿 穿進來 八六腰 你看看 好可愛 是每一次還都會幫他 沒有… 如同他講的 我剛開始也不理他 當一般客人 但是他常來 大家聊天 有個相同的感受 有個相同的理念 那種頻率就很接近 當然我們就有感受 有一個問號就是說 他行嗎 跟他聊天的時候 把我們的心聲講出來 說我們覺得說 我們可以支持他 有本書的 我們就能說給他試試看 就是要讓他動算 這樣才能夠了解說 這個是不是說 他說的都碰碰 交朋友為什麼要差呢 你管他藍的 紅的 白的 綠的 黃的 什麼樣子都可以交 連民進黨綠的我也交 喝一杯酒以後 聊聊天 唱唱歌 跟韓國瑜一樣 比那個陳金麥還好相處 你就好嗎 韓國瑜你來幹什麼 我們這個地方好像不歡迎你 臉上好像就是寫這幾個字 你不管 我是來喝酒的 不談政治 我還會加一句 下班之後我最討厭談政治 他們覺得我有神經病 處一處就好了 其實人 真的 人的心都是肉作的 你 人會感受到的 現在這一場高雄市的選舉 已經不是光高雄市的人在關心了 這整個海內外都在關心了 美國的 紐約的 英國的 連西班牙的都有來傳簡訊 再關注 還有孟加拉的 你根本想像不到一場高雄市的選舉 會造成萬方數目 這個時候公開辯論更重要了 極精折騰 萬眾矚目的高雄市長辯論會 終於要在投票前的 倒數五天登場了 請最後的君子 也象徵著今天的辯論會 畫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陳其邁韓國瑜兩個小時的 世紀之變 一結束握手之意相互寒暄 韓國瑜右手環繞陳其邁左肩 陳其邁搭上韓國瑜右肩 兩個人擁抱約一二三四五五秒鐘 才慢慢分開 這一幕藍綠圍牆拆了 網友都融化了 兩個人還在擁抱時交頭接耳 到底說什麼 那結束的時候大家還抱一下 說這也真的感覺很好好不好 我們絕對不是說愛你一萬年 你放心 2014年 四年前 那個時候那個陳菊拿了將近 一百萬票 一百萬票 九十九萬多 謝謝 楊秋興當年代表國民黨 45 結果45 輸了50 55萬 55萬票 對 你怎麼拉得過來 我不用拉 我又不是拉皮條的 我認真去 所以告訴選民我要做什麼就好了 剩下是高雄市民選擇 我為什麼要拉 山不過來我過去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叫往山跑十馬 你看到山那裡 騎著馬就跑了 馬跑十來到不了 選票不用拉 選票為什麼要拉 我告訴高雄市民 我要做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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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把高雄打造成 又年輕又有錢 我會做這些這些這些 市民你自己看 你認同我很投我 這場選舉是高雄要不要改變的選舉 是 我這講的真的是光明磊落的一場選戰 所以我從頭到尾就是一瓶空間水 我沒有炒米粉 沒有包肉粽 沒有豬血湯 你要投我 我就是一瓶空間水 你就是說國民黨 從來沒有選過這麼窮酸的選舉 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光是窮酸 而且是一種理念型的選戰 你說我今天掏一點錢 弄個豬血湯 弄個炒米粉 當然可以啊 我不要 今天高雄市民自己要決定 未來高雄怎麼走 那基層的組織你曾經說過 他比你的身上還要虛 現在旺盛起來了嗎 這個東西都是試嘛 是 現在我們當然藍軍 所以有試氣了 對 我剛去的時候 我說比我的腎還虛 因為我這盤年紀 腎很容易虛啊 結果國民黨基層比我腎還虛 今天我慢慢補強 慢慢強化 世界也開始來了 大家當然感覺會不一樣 但是這能不能夠支撐住 當選不一定 永遠不要大頭兵 不要往臉上貼金 這些能當選嗎 未必 對不對 世上選舉是何期的困難 最起碼事情開始起來了 大家感覺到 有一個希望跟願景出現 剛開始是小雞帶我這隻突雞 慢慢慢慢小雞跟突雞是肩並肩 現在轉到最後階段 是突雞帶著小雞 還有三個階段的變 我不是母雞 我是突雞 而且我是一隻公雞 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這些小雞都很厲害 他看到好多年一圓 他怎麼會 你不帶他他也會跑啊 所以我講小雞不尿尿 各有各的到 他很會跑 但現在因為這個氣勢 慢慢就起來了 慢慢那種氛圍就起來了 所以現在我這隻突雞到哪裡 有幾隻小雞就會慢慢過來 所以一圓就會過來 這慢慢就整體感就出現 韓國瑜不但在高雄帶小雞 隨著他刮起來的韓流北漂 外衣的效果持續發酵 藍軍各地的候選人 都爭相邀請韓國瑜同台同框 包括了他一腳踩進了 現任北農總經理 吳英明的故鄉彰化 韓流依舊不減威力 韓國瑜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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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嫁拼 塞了在怕塞 我就住在大球過 我住那裡已經住了二十幾年了 所以今天來開酒 真的是人不親 頭也親 從南到北 韓國瑜幾乎是浮旋走頭頭 但唯獨踏進台北城 和丁守中同台 似乎有些混合 從南到北 韓國瑜幾乎是浮旋走頭頭 但唯獨踏進台北城 和丁守中同台 似乎有些混淡 科學者可能跟你不錯 你會因此這樣跟他保持的厲害 我感謝柯P對我的自育自恩 在台北農產經營那段時間 他丁守中是同黨同志 我心中自有一把尺 好不好 未來會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一邊是同黨同志 一邊是自育自恩的會員 這把尺究竟該如何分量呢 如果韓國瑜接受了黨中央安排 在11月11號參加的丁守中 在台北六都候選人 合體的造成大會 那麼勢必會衝擊到 柯文哲的選舉 還好我跟他不是敵人 基本上我跟韓國瑜還算友善 老實講 這不是這場選舉 我都 以前要見面很方便 現在人家見面都要好像我 要偷偷摸摸幹什麼 這真的很痛苦 經過了天然交戰 韓國瑜最後決定留在高雄 參加反空無大遊行 而柯文哲也感慨 不要選到最後連原情世故都沒有 沒想到言由在耳 就在韓國瑜宣布這個決定的隔天 富家小野 竟然掛上了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頭銜 拍的一支影片公開力挑成其邁 韓粉幫韓國瑜的真心幻覺情打抱不平 而如果真的有人陰謀操作氣保效應 那究竟最後是氣了誰又保了誰 我完全沒有被任何人勸養 所以他完全不了解 尤其是我的好朋友吳念真 他是多麼的對台灣這個土地有貢獻 怎麼出手很可怕 就是他說他一哭網路聲亮第一名 沒有啦 他說他站出來你就穩定了 這個就是沒有經驗的人在講的話 這種網路的東西喔 常常是喔 常常是加五分扣六分的 不一定的 所以你覺得他中安夾苦 沒有啦 我跟你講喔 他是一個很 其實他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抱歉 抱歉 王軍市長鼓勵一下好不好 柯文哲的競選總幹事小野 跑去力挺 民進黨的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 真的是奇遙寶科就其邁嗎 沒有想到 卻反倒傷到了柯文哲自己的選情 台北市藍軍看破了白綠合作的手腳 開始集結歸隊 盯手中的民調急起急追 雙方差距進入了誤差範圍 有人說不管柯文哲連任市長成功或失敗 二零二零的總統大選 柯文哲他是選定的 說你跟韓國瑜應該在二零二零要合作 你怎麼解讀這份報索 很有創意 那真的可以騙我嗎 我跟你講喔 台灣就是陰謀論太多了 有時候搞不清楚這些陰謀論的幕後 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你不怕被染紅嗎 要不然已經被染紅很久了 韓總我大膽問一個非常開放性的 你盡量問 二零二零年有人在揣測 就是說柯文哲他可能只取大位 韓國瑜有可能跟柯文哲搭配嗎 目前為止我們就把高雄市長選好 不要吃著碗裡看著鍋裡 這個時候講這些對高雄市民 我怎麼交代啊 我就承諾高雄市民 我如果在幹高雄市長 就把又老又窮轉為又年輕又有錢 這是總目標 跟台北農場一樣 您的選擇策略其實是滿清楚的 您一開始是運用轟炸 大量的轟炸 很顯然現在您在網路上面的聲量 已經超過了柯文哲 現在是網路聲量第一的政治人物 接下來大家好奇的是 在陸地的這邊 最終要回到地面上面的戰爭 要動員把這個網路聲量 化作是實際的投票行為 你不是只是擁抱聲欄 擁抱聲欄不會贏啊 你必須要去開疆辟土 你要去吸納中間選票 潛綠甚至是深綠的 我們這樣說 所有的選民不分顏色 在我不分主群 在我心目之中 都是可愛的民眾 誰邀我去 只要我有時間 我都會去 不管你的顏色背景 我根本不在乎 我就告訴你 我們高雄要一飛沖天 全台灣所有的縣市 最有潛力的是高雄 沉睡的巨人 是高雄 全台灣所有縣市 最亮的一顆珍珠 是高雄 你要不要把握 把它一飛沖天 脫胎換骨 要 偷韓國瑜 不要 就不要偷韓國瑜 所以你現在給這些農民 漁民一個希望 只要你擔任市長的話 你可以把他們農產品 漁產品賣出去 我覺得高雄市的農民漁民 非常謙虛 這個是高雄最有名的 我們知道高雄有大樹香的鳳梨 對 然後燕草的芭樂 太多了 我們今天沒辦法通通上桌 其實我們看到果農 我的心裡更難過 因為你看這個小小的鳳梨 它等十八個月 一年半 收成完畢以後賣到市場 那現在農民 是兩把刀在殺它 第一 外銷出不去 先殺它一刀 第二 內銷價格崩盤 它怎麼辦 它等了十八個月 這裡有老物 這裡有農藥 這裡有肥料 這裡有根廚 還要去摘那個鳳梨 手都很容易破的 鳳梨是有刺的 是 這麼辛苦 價格崩盤 等了十八個月 它怎麼辦 這不是說台北人 嘴巴這樣講一講 打打口炮 你真的到了農田 你看農民在哭啊 在哭泣啊 以前四五十塊 現在五六塊 價格差了十倍 它怎麼活 那你怎麼有把 我把它賣到哪裡去 我當然有把 我農民漁民知道 韓國會當市長 農漁民就要出頭天啊 我一定把它搶外銷訂單嘛 現在把農民漁民 身上兩把刀拿掉 外銷百分之三十四十 出去了 內銷百分之六十七十 它的價格就穩定了 現在外銷是零 內銷價格當然崩盤 因為量太大 所以如果我當高雄市長 他們很清楚 這也是回復你剛剛所講 為什麼從下往上那個聲音會出來 他們太清楚 我一定會照顧他們 韓國瑜在北農總經理任念的成績 給了農漁民一個改變的希望 而這股由下而上的力量 最終真的翻轉了高雄的綠地藍天 韓國瑜興趣旦旦 他說他選上了一定照顧大家 就衝著這句話 韓粉擠爆了這個超級星期六 韓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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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沒有動用一台遊覽車 我們沒有動員一個人 超過了十萬人 為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韓國瑜 堅強宛如歌星秀的嘉年華 不靠入軍總司令動員 不發一輛遊覽車 十二萬人自動自發癱瘓的鳳山捷運站 韓國瑜最後的演說 他的高度沒讓大家失望 今天幫我來助選的 我們國民黨黨主席吳敦英先生 也講了一些話 讓我聽你心了 聽了以後我覺得 非常的不適當 我不喜歡任何選舉的過程 用隱藏性的 甚至人身攻擊 我不要 這不是我要追求的 下個禮拜開始 我有最可怕的抹黑 將會傾逃而出 最廉價 也最不入流的手段 就是抹黑抹紅抹花 我寧願乾乾淨淨輸掉 我也不會骯髒的 贏得這場選舉 好不好 好 我愛台灣 我生在台灣 我長在台灣 將來 我會死在台灣 我也會埋在台灣 不會一起聯手 打造高雄 全台首富 好不好 打造高雄 全台首富 在寫下奇蹟的盛寸之夜 韓國瑜說他的心情 有如千金萬金的沉重苦筆 這是一個改革進步的契機 所有的高雄市民 包括所有的台灣人民 都將會是最嚴格的監督者 韓市長他的表現 我們拭目以待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才會 為止 詞人類伽 雷 賓 開動 額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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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